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在这个多彩多姿的美食世界中 有一种简单却充满魅力的美食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 家常拌面 这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面食 它更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一种对味觉细腻感知的追求 一段关于色彩与味道融合的旅程 一切的起点是一把新鲜的面条 这些面条细腻而有弹性 是这道菜的主角在他们的世界里 简单却不平凡 面条的选择在这道菜中至关重要 它们不仅提供了菜肴的基本结构 更是承载了整个菜肴的灵魂 紧接着我们转向准备蔬菜 白菜、蒜苔、西红柿和胡萝卜 这些蔬菜每一种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色彩和风味 白菜清新爽口 蒜苔带着一丝 独特的辛辣 西红柿的酸甜让人回味无穷 而胡萝卜的甜脆则为这道菜增添了 一抹亮色 这些蔬菜的切割也是一门艺术 它们的形状和大小会直接影响最终菜肴的口感和外观 葱姜蒜和干辣椒的准备则是为了给 这道菜增添更多层次的味道 这些调味料虽然只是配角 但它们的作用不容小觑 它们能够唤醒蔬菜的鲜味 为整道菜增添一抹鲜香 面条的烹饪是一个精准的过程 水煮沸后下入面条 加入一点盐 让面条在沸水中煮至七分熟 这个七分熟的概念 正是为了保留面条的最佳口感 面条捞出后 加入老抽搅拌上色 这一步不仅为面条增加了色泽 也为其增添了一丝醇厚的味道 接下来是炒制鸡蛋 鸡蛋在这里不仅增加了菜肴的营养价值 它的黄白色泽也为这道菜增添了 视觉上的丰富性 将炒熟的鸡蛋盛出 然后在锅中加入葱姜蒜和干辣椒炒香 这个过程中香气四溢 为整个菜肴打下了基础 紧接着将西红柿倒入锅中翻炒 的灵魂中翻炒 再加入豆芽,白菜,胡萝卜和蒜苔 这些蔬菜在翻炒的过程中 色彩逐渐融合,香味逐渐释放 调味料的加入更是提升了这道菜的 味道层次 生抽,蚝油,五香粉,鸡精和小米 醋的搭配 让这道菜的味道更加饱满,丰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将之前准备好的面条和鸡蛋倒入锅中 与蔬菜和调味料充分翻炒均匀 这一过程,不仅是食材的融合 更是味道的交响 面条在翻炒中吸收了蔬菜和调味料的精华 变得更加鲜美可口 这道家常拌面的完成 标志着一个简单却丰富的故事的结束 每一口都能品尝到鲜面条的弹性 蔬菜的新鲜和调味料的层次感 这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次对生活细腻观察和感悟的体现 它告诉我们 生活中的简单之物 只要用心准备都能变成令人 难忘的美好 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妨放慢脚步 亲手烹饪这样一道美食 享受那份简单而纯粹的幸福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